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机 去往非洲各地 亚迪斯亚贝巴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 虽然爱航的飞机听起来那么遥远 但实际上早在40年前 爱航就已经开通了亚迪斯亚贝巴直飞北京的航线 不过那个时候去非洲旅游几乎属于天方夜谭 当时去埃塞俄比亚的人估计不是去支援非洲建设的 就是搞外交的 你好 怀着种种猜想我们登上了爱航的飞机 熟悉的场景在一瞬间打消了我们之前所有的过程 尤其要特别称赞的是爱航的飞机餐 小米辣炒牛肉配米饭很对我们的胃口 就连免费的红酒都是法国的 其实现在北京各大旅行社前往非洲的旅游团 也大多选择爱航的飞机 除了因为搭乘爱航的飞机 可以从亚迪斯亚贝巴转飞非洲各国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票便宜 一大早清晨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非洲大陆 给我们想下的不是太箱口 我们记里面有豆浆油条的味道 大家都以为市道附近就很热 可是您看这身衣服就是我从北京穿来的 里面一件容易 里面还有天气 这温度跟北京的温度差不多 穿这身现在这个时候是合适 等这个飞机真正落到了它的首都 亚迪斯亚贝巴 这个时候你出机场的时候 你一下子发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全世界的机场都差不多 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到了停车场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保安还是当地的这个军警 背着一个AK47穿着一个普通的大衣 我一看心里突然又起来一点 是不是这个非洲大陆这种战乱平日的这种情况 在埃塞俄比亚依然存在 可是你再往前走 一片开阔的停车场 你会发现什么等车的司机 各种各样的来接客人的这个团队 跟在北京没什么区别 除了肤色 除了语言 除了你空气中闻到的味道不一样之外 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北京时间已经是两点四十了 早饭 把行李安顿好 我们下午要去参观亚迪斯亚别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集市 这个集市它跟我们形容 说是这个整个非洲这个地区都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集市 我们一想这个很好 迫不及待的心 一下就从宾馆飞出去 在这个穿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场景 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更早的时候 对塞塞俄比亚的理解和想象 此时此刻 我坐在车里的感觉 确实有点不太想象 大家都下车了 没车 跟着下吧 然后再一看那一间间的店铺 他们当地人那种讨价还价 当地的那些孩子跑来跑去的 而且他们不怕镜头 他们会迎着你的摄像机来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就拉着你 告诉你 来 冲我 冲我 这个时候我这个才放下心的 卖的这些东西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说实话 有一点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我的那种观 那种那种异样的那种东西 到这个地方为止 才开始回复到一个 我旅游才回到这样的状态 从不安到释然 结束了亚底斯亚北巴一日游 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 我们都急需一个休整的港湾 然后这个带我们来的导游 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美女 她的名字叫迪波拉 我相信很多人听了这个名字 马上就能记住 她给我们带到了一幢小楼前 我们抬头一看 这小楼没有任何特色 当时我们这个 个儿几个都想着 尤其是我自己脑海里 立刻就浮现出什么希尔顿 什么这些世界大的 这种连锁酒店集团的 这样的一些 比较常见的那些饭店的样子 到楼六楼一看 货很开阔 屋里面的陈设 各种各样的这种楼梯的这种 建筑空间的格局和布局都非常好 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外表 然后你到了以后 还是能够感受到它那种非常浓郁的 非洲的风情 爱航帮我们联系的这家 埃塞俄比亚价值宾馆 虽然从外面看起来 有点像招待所 虽然它没有任何的心急 但是现在在我们眼里 它是那么的温馨 那么的可爱 能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 吃顿热热乎乎的大餐 竟然还有免费的无线网 有了网络 剩下的不仅是 让人心疼的国际漫游电话费 还会让您感受到 现代文明还在您的身边 终于今天晚上导游说 带我们吃一顿当地的 埃塞俄比亚正宗的 地道的民族美食 坐车离宾馆不远 一下就到了 光看环境 一下子映入眼帘 那我这心就很高兴 突然脑海里就想出一句话 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进大厅 整个的大厅非常富有民族特色 非洲民族的风景 更没想到的是 我还没坐定呢 那乐师朝我招了招手 让我上台 听不懂人家当地话 但是还是被拉扯着上了台 上了台以后 把我放在了那个乐手的位置上 坐在那以后 塞给我一把琴 然后告诉我 你这个四个手指 把这个弦死死的按住 然后这个手弹 你看这高兴啊高兴 然后当地的人马上就问 说这个 Japanese 我说中国人 Chinese 中国人 好 用非洲的鼓 非洲的乐器 立刻我就听到熟悉的调 这音乐突然想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知所措 首先这音乐 这个乐器对我来说特别陌生 但是这音乐的旋律 对我来说可是相当的熟悉 饭还没吃 这心里啊 死的 心花怒放 真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些全部是肉类的菜 肉类的菜啊 他刚才说这个介绍这个菜的时候 那个眼神啊已经 我们的导游给我们点这个菜的时候 点了十来种菜 我一想 大盘小盘的 这点小桌子够用吗 我点这个菜 这菜就是在中国叫鹰菜 一会上了一大盘子 四周拔角 放了一些 我猛一看 因为是擦手巾的 因为灯光也相对比较昏暖 可是事后才知道 是一种软饼 然后十来种菜 有点像那筋巴样啊 有点像 让我想起炸酱面 咱们那个正宗的炸酱面里 咱们的小碟很多 然后都哐一下 汇到那个面丸里吧 他这儿 不见 放大版的 您这么大一盖帘 所有的菜一块上 虽说对这个正宗的 艾瑟俄比较菜很期待 但是同时呢 说句话是话 我是做好这样的准备 如果说我到了那以后 用鼻子闻一闻 发现实在是接受不了 那我准备今天晚上就这样 所有的这些菜上完了以后 我仔细地 闻着 真没什么太多的异常的情况 而且我闻到了 东北的大酱的味道 辣椒的味道 牛肉的香气的那种味道 真的仔细地 尝一尝 你会发现这个口感 能接受 确实能接受 而且呢 他们这个当地的小姑娘 艾瑟俄比较人 我看她吃的 哪真是 平时 跟我们一块吃西餐的时候 我看她 彬彬有礼的 很斯文 一吃到自己的家乡菜 哎呀 那个香啊 所以我觉得她做的 我们要多少 我也说她的感染 很吃了几口 很吃了几口 我觉得这种吃法 非常通话 现在就回到了小时候 不用换 不用捣扎 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 我觉得非都是这种吃法 才是 最本真的一种吃法 一场表现男欢女爱的 非洲歌舞 一顿吃起来 并不算太对胃口的 非洲美食 在亚里斯亚北八的 这家高档餐厅里 吃这么一顿饭 我们五个人 花了大概一百美金 和人民币六百块钱 这个价格 对于当地的物价来说 实在是不便宜了 尤其是看着 装修豪华的 花的餐厅 穿着光鲜亮丽的时刻 再想想我们下午 看到的街景 突然想起一句话 让一小部分人 先富起来 刚一下车 看这地儿第一眼 我就喜欢这样这儿了 为什么呢 花多 各种各样的花 颜色特别的鲜艳 而且它还不光鲜艳 好看 你走在这个鲜花开满的 这个道路上 闻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咱也不知道 这花到底叫什么名字 可是种类繁多 再看看那特别有特色的 茅草小屋 典型的非洲风格 出门在外 有时候讲究 这个住起来舒适一点 但是我想 这么美的地方 住起来 没问题 亚迪斯亚被挖 在当地提格雷雨当中的意思是 新鲜的花朵 作为我们在当地的 克里夫图温泉度假村 理所当然的选择了一间 被鲜花围绕的房间 正如我们之前预料的那样 这个度假村里什么都有 放眼全世界 没钱 固然可以很快乐 但是有钱 显然能更快乐 内国语言都能骑马 舒适的环境 宾至如归的服务 所有这一切 让我们彻底消除了 几天来的旅途疲劳 这杯子大小的形状 跟咱们喝公共茶的 那杯子大小 真差不多 喝铁观音的朋友都知道 这大小正合适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观察了一下 这茶杯 就跟那个 咱们的茶杯也需要养的似的 这喝咖啡的杯子也需要养的 看好多的杯子颜色不一 里面承握咖啡的杯数 不一而多 但这咖啡闻起来 确实很香 按照中国的这么讲究的色香卫行器来说 其实它不只是一提 而且更多的时候 我们的观念里面 关于非洲的很多的想象和记忆 都是粗犷 原始 但是有可能咖啡豆 世界各地的咖啡豆 都源于爱塞俄比亚 自然博物馆里 像Lucy的化石标本 包括复原出来的 它的样子 不到一米二的那么一个模型 有可能人类的始祖 就在爱塞俄比亚 这种文明的最起源的东西 如果你亲身经历了 你亲眼看到了 很多的时候 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 非常不同寻常的感受 我在整个的 爱塞俄比亚的形成当中 其实有一些东西 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们当地的一个翻译 跟我们说 说实际上亚迪斯亚维巴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 事实上只用了短短 不到十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路人 听到这些 就是人家实际发展当中 这些出现了问题 然后出现问题了以后 他们努力解决的 这种方向了以后 你觉得希望来了 而当你很不经意地 真正地静下心来 去融入它 你会发现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它是很美的 了解决的 疑似的 优优独播送 我们下期再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